哈喽哈喽,我是嘟嘟 最近好多宝宝的手工作业主题都是冬奥会 今天来做一本立体书 给你们参考参考 这里我打印了一些冬奥会的照片作为素材 裁剪12厘米乘6厘米的卡纸 贴上打印的素材 将中线用锥子或者划痕笔划一下 会比较好折一点 这里书液有三层 11.5厘米乘6厘米的卡纸流出视频中的尺寸 中间部分抠掉 留下一个边框 10厘米乘6厘米的卡纸作为书液最前面一层 同样是只留下一个边框 剪下照片贴上双面胶 沿照片边缘裁剪 贴在卡纸上 为了组合之后边缘看起来不那么突兀 边边上我们可以画一画 然后在边边上贴上双面胶 留边裁剪图案 选择合适的位置粘贴 粘贴之前可以在边框上先比一下 折叠左右两条边 贴上双面胶 照片如果超过这里一半 我们就沿中线滑一下 对前面一页边框可以装饰一下 组合在一起 这样为一页 多制作几页 粘贴在一起 前后贴上一张卡纸遮住边边 展开用小夹子夹起来还可以当做一个桌板 最后来做一个书盒 留出视频中的尺寸裁剪图质 粘贴成小盒子 书本刚好可以装进去 盒子封面装饰一下 完成